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空间中存在着各种能量 无论年龄、国籍或宗教信仰如何 这些能量都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而我们的思想会支配我们的行动 最终带来相应的结果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欢迎来到生命清源 今天我们来了解如何通过提高频率吸引到你想要的一切 吸引力法则以同类相吸为基础 这不是哲学假设 而是被量子物理学证实的定律 根据宇宙法则 一切都是有能量的 不管是静止不动的建筑物、桥梁或石头 还是有鲜活生命的人或动植物 甚至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都会产生不同级别的能量 所有的能量都在不断地震动 尽管它们的频率会发生变化 对于人类来说 这些频率通常会随着我们的思想和情绪的改变而波动 当我们感觉良好时 频率会升高 而当我们感觉不好时 震动频率会降低 结果是 就有相同频率的事物被吸引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了解了吸引力法则的原理 就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频率 做到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并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包括健康、快乐和财富等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最著名的公式 E等于mc的平方 揭示了一个秘密 能量和质量是可以互换的 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式 也就是说 在合适的条件下 物质的质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 即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 能量也可以转化成质量 并且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和质量守恒定律 现代量子力学表明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构成的 并产生各自不同的震动频率 所以万事万物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正好和佛教所说的 万事万物皆由因缘而聚合 如出一辙 量子力学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震动频率相同的东西会互相吸引 而且引起共鸣 任何意念、思想和情绪 都具有可感知的能量 并通过脑电波不断产生震动频率 只要有震动 就会影响其他同样在震动的事物 而我们的大脑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磁铁 在时刻向宇宙发出信号的同时 与我们脑电波频率相同的东西 也会通通被吸引过来 这就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所说的 为心所见、为时所变的这里 也就是说 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吸引来的 不管你的能量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你都在吸引着同频的事物 它们会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而且 如果共振的频率不被改变 心理法则会使你吸引的同频事物越来越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 富人越来越富 而穷人越来越穷 运气好的人越来越走运 而落魄的人会越来越窘迫 像水晶或石头这样看起来一动不动的物体 实际上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亚原子粒子组成的 这些粒子相互碰撞产生能量和振动频率 由于其稳定和完美的频率 水晶很多时候被用于治疗 被称为能量富裕治疗 当水晶或其他能量矿石被放在我们的身上 或者身体附近时 我们身体的能量实际上会开始模仿水晶的完美稳定频率 并逐渐平衡身体的振动频率 每一种水晶或石头都具有不同的能量和频率 带来的治疑效果也各异 但它们基本上都可以起到稳定情绪 安定心神 开启潜能天赋 提高领悟力和学习力 增强生命力与精神力等作用 尽管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振动频率在起作用 但它却真实存在于我们周围 有时候 我们必须超越早已习义为常的五种感官 敞开心扉 尽可能地去接受那些看不到 甚至无法立即感知的能量 我们的思想包含着最纯粹的能量 宇宙不断对这种能量做出反应 努力使自身与我们投射和扩展的能量保持一致 并且为我们提供更多相同的能量 按照吸引力法则的运作方式 宇宙不断匹配我们的频率 并反馈给我们同频的东西 所以努力提高我们的频率很重要 当我们充满恐惧、愤怒、悲伤等悲观和负面的能量和情绪时 我们的频率就会降低 而宇宙只能在此基础上做出反应 并将更多负面情绪或不好的东西发送到我们的生活中 然而 当我们努力用积极与爱的思想和行动来提高我们的频率时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快乐和充满爱 有一个词我们非常熟悉 眼见为实 然而很多时候 我们的眼睛会欺骗大脑 比如魔术表演 比如电影中的特技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眼见不一定为实 但是在吸引力法则中 有一点却是真实的 那就是 当你相信它时 你就会看到它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现在请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你中了一千万大奖彩票时是什么感觉 我相信你的嘴角肯定开始上扬了 对吧 注意 我并没有说你现在马上冲去买彩票就一定会中奖 你需要关注的 其实应该是你手里赚的写有一千万块钱支票时那种感觉 是激动 兴奋 幸福 还是怀疑 紧张 焦虑 或担心呢 咱们再回到现实中来说这件事 当你看到的事物让你感觉良好时 你很容易产生相应的良好感觉 这实际上是被你的高频率吸引来的 换句话说 当你的健康 财务 工作 或家庭关系等一切顺利时 你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幸福和快乐 等积极的情绪 而这些高频率又会让你的生活更加顺风顺水 也会为你吸引来更多想要的东西 但是 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很难对身处的环境或正在经历的生活感到满意 因此经常散发出低频率的能量 比如担忧 焦虑 恐惧 或抑郁等 如果不及时调整情绪 这种负面的能量会吸引来更多你不想要的人或事物 我们思想的振动频率可以用赫兹来衡量 这个图表概述了一些主要的人类情绪 及与其相匹配的赫兹频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 你感觉越好 你发出的振动频率就越高 根据吸引力法则同类相吸的原理 你必须让自己与一种持续的 更好的感觉和情绪保持一致 这种情绪所发出的频率会吸引来你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被美好的事物所包围 你必须先让感觉良好成为你的主导振动频率 然后才能吸引到你想要的一切 包括财富 健康 幸福和快乐等 宇宙对所有人的任何愿望都是一视同仁的 它不会区分好与坏 在宇宙看来 你思想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想要还是不想要 到了宇宙那里都将以相应的频率反馈给你 举个例子 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非常大 每个月还有付不完的账单 这些都让你身心俱疲 整天哀声叹气 愁眉苦脸 那么你大多数时间脑子里想的肯定都是如何应付这些压力 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不停地发送低频率 当宇宙接收到这些低频率后 因为看不到任何高频率 它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是你想要拥有的生活 于是 它会检索相同频率的东西并一并打包发给你 结果呢 你的压力越来越大 工作越来越不顺心 账单也很难彻底付清 生活变得一团糟 所以 要想改变你的现状 就必须改变你的思想 还有些人会说 我已经努力改变心态了 可为啥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呢 原因很可能是你的目标不够明确 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或者是想法和感受与目标不一致 再或者是缺乏信心 经常在内心给自己设置障碍的 这些混乱和模糊不清的思想产生的频率振动 会让宇宙蒙圈 搞不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潜意识的问题 在心理学理论中 自觉也就是可以感觉到的思想属于意识 不自觉也就是那些感觉不到的思想属于无意识 即潜意识 人的一切行为都受思想的支配 从出生开始 我们的家人 朋友 老师和媒体 都在潜意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对自己 他人和世界的看法都包含在内 这些影响会最终形成一种信念体系 并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潜意识中 如果把人类的思想比作一座冰山 那么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意识 包括听觉 视觉 触觉 嗅觉等一切感官知觉 这一部分只占5% 而藏在水面以下的那95%的冰山 则代表了我们的潜意识 实际上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又一直受到潜意识的影响 只不过我们很难意识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为了减肥天天跑步 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 时不常地跳出来对你念叨说 别浪费时间了 你瘦不下来的 结果你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如果减肥是你的目标 那么这种不自信的潜意识 会直接影响你的行为 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低频率能量 最终这个目标也很难会实现 因此要想提高自己的频率 在改变思想意识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了潜意识的锻炼 平常多说一些自我肯定的话语 对提升自信心和自制力很有帮助 研究显示 我们生存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内部和外部沟通的质量 同时 研究还揭示了我们的身体 如何对我们的思想 感觉和行为方式做出反应 这通常被称为心 身 灵 连接 2005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了一篇 关于人类思想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一个普通人每天大约会产生 一万两千到六万个想法 其中 95%是与前一天完全相同的重复想法 而且大约80%是负面的 而大多数这些想法都处于潜意识层面 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低于我们的意识 重新编辑你的信念系统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是自我肯定 或者称心理暗示 这种方法能够帮你重塑潜意识 并纠正不恰当的思想和行为 自我肯定可以是一些简短而有力的陈述 比如说 我很优秀 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工作 我有很多朋友 大家都很爱我 我的生活充满乐趣 当你反复大声朗读这些语句时 它们会逐渐烙印在你的大脑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潜意识会慢慢接受语句中所表达的含义 并且使你觉得它们就是你本来的样子 并最终改变你的外在表现 如果你能够努力使你的有意识的想法变得积极 你就更容易意识到那些会影响你行为表现的消极想法 并用乐观积极的思想去取代它们 吸引力法则是宇宙的规律之一 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破它或改变它 当你顺其自然并开始倾听自己真实的内心时 你就处于最纯粹和最高的频率 你所要做的就是放下压力 让心灵呼吸 停止关注生活中会产生负面情绪和低平能量的事物 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生活中美好和让你心情愉悦的事情 你感觉越好 你的频率就越高 你的频率越高 你的感觉就越好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所以努力倾听自己的心声 做让你感觉很棒的事情 很快 你的频率就会持续处于高水平 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自己想要的人 事物和机会 开始向你涌来